OK 不用看鏡頭 好 我叫楊梓玲 今年24歲 剛大學畢業出社會 這次我也是唸傳媒相關科系 可是後來發現好像沒那麼喜歡 就在爆炸前半個 又找到一份蠻喜歡的新工作 是在做展覽的 空間設計的 因為這份工作有做 國內的展覽跟國外的展覽 然後他國外展覽有到美國跟歐洲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這工作蠻吸引我 半個月之後就爆炸了 我對那天的印象 我現在只有就是不舒服 就是自己的份層很不舒服這樣 我記得我走出國從那一刻 我覺得就真的是人間戀 因為看到所有人就驚慌失措尖叫 我走很久然後皮就掉光了這樣 畢竟我73%你就是全省欸 對可是我不知道73%有多麼嚴重 自己對消防上也不是很了解 喔我皮膚不見了 73%的嚴重性在哪裡 這都是直到我出院之後我才知道 喔原來這個皮力是這麼嚴重喔 就是生死關頭走一走 其實我一直都不知道 你的家人你的朋友跟護理 就是護士們都會跟你說你沒事 所以我都一直處在一個 喔我沒事反正我住院我就會好的狀態 然後老闆也蠻常來醫院看過的 然後我當下就很緊張 然後就跟他說我會不會失去這個工作 因為我覺得我找了好久才找到喜歡的工作 然後後來老闆就說 我覺得蠻感人 他就說什麼就是等你完全康復再回來 然後直到最近的聖誕節 老闆就是有送聖誕禮物啊 其實我認識他們時間並不長 就是他們還可以這樣關心 就還蠻難得的 還好我臉的燒傷的部分 是沒有拉到無關 就如果拉到無關 無關可能會變性 我想要恢復原本的行動力 跟原本的機能 至少吃飯或是什麼 我手肘這邊有燒到 所以就等於吃飯的時候也很痛 我可能吃沒幾下就是不想吃 腳也沒有辦法糾戰 然後也不能走很久 我覺得至少我還活過來了 我記得我好像總共做了77天吧 你到出院之後 一點一滴拆掉沙布的時候 越來越了解 你才會說 喔原來我是有事的 你不知道傷口好了之後會怎麼樣啊 因為傷口好了之後就會連帶有疤痕 我到我意識到我自己很嚴重 是我已經試過很久之後 超前的進度超前的這樣 我那時候會覺得 就是這一切都沒有盡頭 你不知道你什麼時候才會結束 腳好重喔 太重了 你自己慢慢來 要插一個圈頭 跪 就是跪 因為腳趾頭已經 就是它有點變形 翹起來了 所以跪下去的時候 要把腳趾頭先壓下去 可是我腳踝的那個角度也不到 所以腳趾頭 就是跪等於是你全身都要壓下去 對啊 而且我膝蓋角度也不夠 所以我覺得超痛苦 有一個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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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 不會 我閉著眼睛 不會 不會 對這個活動也滿期待的 就是因為我重建完之後 就開始 就是腳比較可以站接 因為畢竟這段路真的滿辛苦 而且其實滿難想像 就是 十一個月前 我們還是躺在家戶病房上 然後全身都是傷 也不知道這一些傷口 到底什麼時候會好 主要就是因為我覺得 壓力很悶熱 然後有半有事 我們也沒有辦法排汗 然後可以排汗的地方 就是會盡情的流汗 但是不能排汗的地方 就是會悶悶有漲漲的 所以相對來說就會覺得 整個身體很悶熱又很不舒服 對啊 而且又會很癢 對 所以就沿路裡抓癢 我覺得這算是一個里程碑吧 我自己給我孤 自己過了大概是一年半的時間 可能就是明年吧 明年才會回職場上 但也希望大家可以趕快 從馬街畢業啦 對啊 就趕快回到原本自己正常的生活 應該是說一開始可能以為 你一年就會好了 想說附近一年就會好了 應該就可以活蹦亂跳 可是等到一年之後 你才知道 喔原來是要浪漫不是一年 要兩年 然後兩年之後你才知道 喔原來不是兩年 就是要三年 我覺得那時候有一點 是看不到盡頭 而且那時候也不是很想活 我因為覺得很痛苦 我當初給我自己設定的就是 我先工作兩年 就是工作兩年之後 我就要去出國訓練鎖室 就莫名其妙 它已經完全徹底改變我的人生 就本來以為可能出院之後就可以 所以去上班了 嗯 就想說 可能就結痂好了 都沒事 可是沒想到還會軟縮影響關節 對啊 而且我長起來就是很僵硬啊 也不能動啊 然後加上我的體質是厚巴有硬巴 就是從來沒想過 就是連最基本的走路 我都要像小嬰兒一樣重新學起 那你最後真的需要做重現的時候 所以你還是得做啊 因為我也不知道它隨時下一秒 可能會突然痛起來 或是怎麼樣 因為我真的 我真的太無法掌控 現在任何每一天的狀況 就是很多事情是沒有辦法 有規劃性 只能有一個大致的方向 不可能像以前有一個很明確目標跟規劃 就是比較學會面對現實吧 我平均三個月就會用一次手術 我一次修都是四到五個部位 其實很像拼圖吧 對啊 慢慢的修啊 出院之後應該差不多五次 住院前應該十幾次 所以加起來應該二十幾次 有 鞋子不要戴 鞋子超 那個怎麼近啊 男性還不用放手 好 慢慢拜託一下 來 他腳有往上縮 腳指頭沒辦法著地 就是巴喊軟縮 那巴喊我們給它去掉 他燒傷傷口比較深 裡面都是一些纖維竹 所以活動會受到影響 所以最好就是整片通通給它清除掉 拿掉以後把腳指頭弄鬆 另外一個工作就是頸部 除了不好看以外 它會癢會痛會乾 有時候會毛髒眼 所以去掉巴從此做它會很高興 那做這個除了放鬆以外 還比較順皮膚的紋路 因為你開始生長疤痕 疤痕是沒有活動度的 所以你就是透過手術 貼一塊新的 有彈性的皮膚上去 然後讓你的活動度恢復這樣 我覺得經過那一次手術之後 我覺得我才有勇氣一直去做下去 它對我的生活改善超多 然後讓我知道原來手術是我復健這條路上 必須陪伴我的另外一個歷程吧 對 那一次之前是我可能一直 我剛剛我可能站一下 大概不到一分鐘 我都會覺得腳很刺 所以我這裡就是每天都很焦慮 覺得八塊要把我整個人吃掉 然後心理狀態就沒有很健康 我一直在重建啊 我去年開三次刀嘛 每一次也都這樣八到四個小時吧 然後開一次刀又要養傷一個月 對 復健三個月然後又要進去開刀 就這樣 直到反正就是一個循環 那皮補上去要縫緊 要給它壓緊 要給它壓緊 它才能夠存活 避免移動 避免出血 這個叫做tie over 就是打包的意思了 等一下我們還會做絲高 盡量避免它動來動去 這希望它能夠將來能夠快快樂的回到社會上去 上班這個領帶都還不錯 這樣子 手術都很順利 不過這個手術成功不成功 要一個禮拜 我們也會注意傷口的照顧 注意感染的問題 好 楊子玲 那醫生 這幾天 很好走 很好 比較鬆了 對 很鬆很鬆 但死期步很緊 死期步很緊 但是還好 還站得直 站得直啊 那個 我覺得很感謝有碰到楊醫師 他對我來說是一個天使吧 他讓我覺得這條路走下去是有希望的 他很為病人著想 就是他每做一件事情 他會願意跟你討論 而不是跟你的家人討論 因為像有些醫生 他可能是跟你家人討論你的病情 但我覺得楊醫師他很尊重我是一個個體 就他所有我的事情他只會跟我討論 對啊 因為這身體是我的 我可能跟他說我這裡不舒服 他就會想辦法想說 欸 那我們是不是有什麼解決辦法 因為他技術真的很好 所以手術有成功 非常成功 然後讓我有看到頸部 我才會繼續走下去 對 讓方可會遇合得很好 好 今天開始就可以穿台紀念盤 對 對 那就他還可以做 而且你知道我問我那一次直皮 就是你們拍那一次直皮發生事情 其實我也忘了 所以我才需要 我透過影像 就是我會接受採訪 我怎麼透過影像 是我想要紀錄的過程 因為我自己 不是一個很容易記得事情的人 就是不管是快樂的事情 或是痛苦的事情 我覺得我都蠻容易忘記的 我是想要透過影像 知道我自己那段時間 是怎麼走過來的 我覺得我以前應該就是一個很那個 我是一個立竿見影的人 我今天做什麼事情 就是一定要趕快有個成效 可是經過手術上這件事情 你會知道什麼事情不是立竿見影 你就像手術一樣 你必須要等待 然後你也需要給他時間 我有回過頭去想 如果我沒有受傷經歷這三年的話 我或許也還是一樣 那個立竿見影的人 我蠻急性子的 所以我覺得這兩年有修蠻多的 就是對很多事情 他逼你跟你做急不得 我半夜在抽通或是在不舒服的時候 或是我在上瑜伽課某個角度 下不去hold在那裡的時候 是誰知道 就是只有我自己知道啊 有一些歷程是 你別人沒有辦法陪伴你的 即便是家人好 他也沒有辦法陪伴你 他也沒有辦法理解你 對 你就只能自己亂折下去 然後你也不會生氣了 就你只能往下走 你只會去想說 你生活要怎麼樣更好啊 就你往回 我覺得對我來說 我覺得往回看沒什麼意義 兩年前沒有很堅強吧 我記得兩年前很愛哭欸 那時候真的一直在哭啊 我記得 因為我很快就忘記上一次痛苦的時候 我覺得也或許是這個原因 所以我才會都忘記 有時候就是想問我細節 我覺得有一點在逼我回想起 那段不舒服的過程 所以我覺得這個能力對於我來說 在受傷這段歷程裡面或許是好的 別人覺得你回去工作 就等於是你好了的一個指標 應該是說我想要符合社會的期待 可是你 可是符合社會期待又怎麼樣 可是好的指標只有我自己知道啊 對啊我為什麼要去符合別人 就是社會的期待 你自己好的歷程就只有你自己知道 我覺得當你越來越跟你自己相處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做這些事情好自在 或許一個跟我一樣工作三年的人 他也不一定會得到他內心的那個平靜 可是這真的很難欸 只是我因為歷經的這個歷程 我更早得到了這個東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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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